以色列士兵高举枪支 小心穿梭在南加萨甘尤尼斯街头 枪声不时爆发 紧接着以色列坦克 一辆接一辆开进来 很快就形成包围之势 开始攻击 最有限目标就是甘尤尼斯 仅存的大医院纳瑟医院 以色列军队宣称 根据情报 他们在纳瑟医院 抓到三名恐怖分子 其中一人 还是将人质藏进医院的救护车司机 只是为了逼出这三人 付出最大代价的 却是其他无辜医护和患者 被迫在医院里四处躲 就怕炸毁的天花板砸下来 造成二次伤害 有些民众赶快用重物堵住门口 阻止以色列军队冲进来 但后方还有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的 以色列狙击手 想逃离前方大炮的民众 恐怕遭就地击毙 甚至被抓走 愤怒的医护与患者 痛批以色列军方说谎 说好设安全通道 撤离医院两百多人 又把人逼回去 根本无意保护平民 而经过一番猛烈轰炸后 以色列军队声称医院里 藏着的人质与人质遗体 也没找到半个影子 无国界医生组织还指控 旗下一位医护在检查哨被抓走 面对以色列坦克层层包围 没人逃得出医院 也就没人能进去就医 受伤的人求救无门 目前国际救援组织 在加萨设立的野战医院 治疗的患者 有四成都是严重外伤 每天就医人数 也从最初的两百人 到现在已经暴增超过三倍 野战医院盖再多 也赶不及以色列轰炸速度 尤其乙军现在又剑指 难民最密集的拉法地区 美国总统麦登 再度与以色列总理 那谈亚胡通话 重申别在没有保护 平民计划下就攻击拉法 华尔街日报报导 埃及官员为了因应加萨难民潮涌入的可能性增加 除了加强边境安全 还打算在西奈半岛沙漠 建造能容纳十万多人的难民营 但加萨难民不愿再逃 表示就算死 也要与心爱的家乡共存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